确实太小了 是的,微呼吸微调 可能一个动作或者一个心态就能改变这个比赛角色 不过现在目前的林高远还是上次领先 对,中局被追平之后呢 林高远这两个发球把握的还是非权的 特别是在发球之后的后面的准备 显然这几个球都是孔雷轩被林高远都计算的当中 包括发安球之后主动的侧身进攻 其实这一局更重要的是这一楼发球 7比5的这个关键是一个复盘关键的节点 大比5之后呢 可能整个的这一局的走势呢 对林高远就比较有优势 因为即便他这分输了之后 后面还有两个发球在手上 对,这9比5 这样这个比分的优势就比较明显 快到一个局点 这两分发球应一分 就是基本上这到时再到局点了 所以说 你觉得比率 就从面上来看,林高远就感觉孔雷轩就是从第一局比赛一开始就感觉上开始发调了 是,反而对这国林高远有点牵着顶索 对吧 到一个局点 是,区别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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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夸置 brother 钿 好像比较积极主动着的方向发展 那,进攻也更凶狠 出手也更果断 民用力 速度和力量也更强 亦相互之间的制约和限制就顯得更关键 谁能够空拘手,最 tear 战的伤 1968 预算 恐龙胸在前三马的无畏失误,要多一些。 你看这三个球,虽然它很凶红,但是它无畏失误就会比较好。 所以像我们所说的乒乓球运动,不光在游泳,还在游泳。 其实乒乓球运动大部分是智慧和对场上局势的把握。 什么时候该凶,什么时候该忍,这种创作。 等于说在临场的应变是非常关键的。 这一局开始之后,你看林老远对这个球的落点都比第一局要严谨了很多。 包括发球,包括前三板的这种进攻的落点。 控制住彭宁轩,让他放手,然后用反手对反手的时候,林老远还是占了一些便宜。 因为毕竟同龙轩的反手,感觉要不如林老远这么厚实。 五位失误更多一些。 虽然很凶,感觉很凶狠,出手也很果断,但是相对失误就会多了一些。 所以说林老远这个赛季,他能够长球的话,也是更多转掉了心理素质。 是,但是其实林老远距离超一流选手,我觉得更缺的是一个稳定的心态。 和这个稳定的发挥。 其实真正到了高水平的运动员当中,这个稳定量是非常关键的。 高手之间对决,就看谁犯错误放得少,并不是谁发挥的出色。 你看这种球,林老远距离超一流选手,但是他打着了,这种球会非常有威胁。 但是呢,相对失误的风险也比较大。 好球。 一比减。 一直是完全的压制在第二季比赛当中。 一比十。 好,这边是第二季比赛中啊,这个心态上急躁了一些。 造成了比较多的无畏失误。 这也是第二季大比分。 比下一季比赛。 国际拼连巡规赛一样。 我觉得就像您说的,高手高手第二季剋队。 包括南丹的决赛,凡人冬对上奥恰洛夫的比赛 其实就是看谁更稳定,谁能够压得住场 也许说我的技术,好吗?好不了多少 更稳定吗?也稳定不了多少 可能就是看谁的心态更好,这场比赛可以看得出来 对,一个是看谁的心态更好,保证一个稳定性 然后有机会再转进进攻,可能实际上就会好一些 保证成功率,对,先保证成功率 另外有机会要多用正手,因为反水对反水这条线打过的时候要多变线 好,对了 好球,非常精彩 这个时候双方对攻对拉的这种回合,你来我往非常精彩 比如攻防的这种转换,也有对攻 所以这个球还是浓缩在平方球里面比较高质量的这种对决 当时其实这几轮这个对决,我们注意到 其实林光远在不停的球变,在这个对拉的过程中 是,反观这可能是变化的双少一点 它始终被压制,始终被牵制 所以说这个场面上就感觉比较被动 最后 我现在看到这个,林光远的明显的要比孔林轩实力要前后 无论是从前三板的控制,还是从相持段的这种衔接 整体来讲,林光远的这种未失误要少 孔林轩发力呢,林光远能够扛得住 然后转过来之后呢,林光远还有进攻 所以这种攻防转换的能力也略高一筹 对,感觉到林光远一直在掌控这个节奏 所以显得孔林轩有些操之过急 处理球有些无畏失误比较多 也是处理球不合理的一个表现 另外,孔林轩对林光远的刹球也不是很适应 基本上林光远的刹球流都是比较主动 反观呢,你看孔林轩的刹球呢 林光远的这种复理呢 还是要从孔林轩要细腻 而且办法比较多 它有白短,有强行棉 而且后面的衔接配合呢,也是非常紧密 这个球就非常一定能够体现林光远的这种状态 另外呢,你看反手正式推调之后呢 反手一个快丝紧接着变线 所以说它始终用速度来压这个孔林轩 始终是一个林光远的先手 感觉林光远的这个打法一直在变化 在变化过程中 我相对孔林轩就是感觉孔林轩变化不多 可能就是想,我现在就是想上了一个压制 结果,就像您说的前几个压制未果 导致反而被这个林光远所牵制 好,好棒 首先是林光远的这个前三板的控制 比孔林轩更细腻 所以说它的进攻机会更多 也更主动 包括发球,接发球,这种短球的控制 这个球非常漂亮 这个球非常精彩 因为这个球体现了林光远非常高超的 手上控制球的这种感觉 因为这个球,孔林轩拉了一个擦网之后 林光远被动的用消除了 不太正规的一种方式回接了一把 这个球就明显地看出林光远对球的控制的能力 因为球一擦网之后呢 就是改变了这个方向和节奏 这个是很难处理的 所以刚才那一把还是非常体现林光远的这种优势 说话时间到局点了 3比10 只要再拿1分 我们这场比赛林光远就获胜 好球 1比3